魏英道,则无君换我名即可。 原来如此,听闻蓝二公子与温氏二公子自小一起长大,感情甚好。 蓝西辰便道,那我便换你无限罢。 正经算来,阿朝与我年岁相近,大望姬六岁。 只望姬自小喜静,阿朝却是个跳脱爱动的。 他俩处一块,望姬倒没什么,阿朝常到望姬,古板无趣,像个小老头。 说罢他仿佛想到了什么,无奈地摇摇头。 魏英忙道,我倒是觉得蓝二公子端方有礼,气质不俗。 蓝西辰笑笑,突然道,其实,我是有一事想拜托无限。 魏英正经道,则无君请说,应定竭尽所能。 蓝西辰连起笑意,有些严肃道,此事与涉地望姬有关。 望姬自小内敛寡言。 即便是对着我这个兄长,也极少喜怒。 之前他便是一人业劣,故发生了受伤无人照管之事。 上次真的很感谢无限帮了望姬,那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其他人的名字。 我从未见他对其他人如此上心,望姬是真的把无限你放在了心上。 OAS,这么说,无限能理解望姬对他是不一半了吧。 魏英认真听着,这是蓝战的兄长,他对自己弟弟肯定是极为了解的。 他看蓝西辰说到这里不说了,立刻保证道,则无君放心。 在魏英心中,蓝战不只是救命恩人,更是认定一生的好朋友。 以后我会把他当成亲兄弟看待,绝不会轻忽他的心意。 蓝西辰愣了一下,又看魏英乖乖地举手发誓状,便倾笑一声,那便多谢无限了。 OAS,目前看来无限对望姬并无奈一死,我从江市入手定是没错的。 魏英放下手,又举杯朝蓝西辰敬酒,不过,请恕魏英貌美,我有何事能帮到蓝战呢? 蓝西辰放下酒杯,脸上又恢复了淡淡的笑意,我想请无限参加蓝室听学。 卫英文言愣了,这,磕睡送枕头他有些不敢相信,请我则无君事说我吗? 蓝西辰肯定地点点头,本来应是忘记亲自邀请无限的。 只是,他离开得匆忙,故托我转告一声。 卫英有些犹豫,蓝室听学,应也心念已久。 只是,此事重大,还需告知师父。 蓝西辰理解的点头,的确。 无限是江家主的左膀右臂,听学三月之期,还是得跟长辈沟通。 这样,请帖我已通知蓝室弟子送至江家主处,如无限,江少主,江姑娘皆有意,蓝室定扫她相迎。 卫英这次是真惊了,她无意识地睁大眼睛, 您是说,将是收了三张请帖蓝室听学,不是从不邀请外姓女弟子的吗? 蓝西辰从容道,规矩不是一成不变的。 今年听学魄力也无不可。 无限不必忧心,温室也有女子参与听学。 旺姬希望能与无限常见面,而我希望旺姬能开心。 卫英还有些被馅饼砸中的不真实感,只能道,真是多谢责物君了。 能参加听学,艳离姐和阿诚定然极高兴。 那我便在蓝室恭候各位了。 欧阿斯,江艳离,蓝西沉边说边朝卫英举杯。 卫英连忙拿起杯子,一口饮下。 仪玲,温巢搂着美人,喝着美酒,看着美人在亭中翩翩起舞,真是一脸的自在惬意。 怀中美人姓王,是他刚得的心宠。 那王美人娇娇怯怯地喂了一杯酒给温巢,心中有些不安定,公子,您这样不回去真的可以吗? 没必要为了娇娇这般的,娇娇只是个小家女子,不求什么,只盼着能常伴公子左右就满足了。 温巢一脸醉醺醺地看着那王凌娇,不在意道,怕什么也定能护好你。 我就不信了,你们都别劝我,天王老子来了,爷爷不带怕的。 说不回去,就不回去,除非他同意,我跟你在一起。 爷,娇娇哎,嗯,爷讨厌,公子。 来,咱们继续喝,公子。 喊什么? 舅舅。 舅屁。 舅什么舅? 啊,温巢被眼前的白衣男子吓得从凳子上翻了下去。 蓝战面无表情,看着温巢手忙脚乱坐起来,一脸谄媚地对他笑,蓝,蓝小战。 你怎么在这,刚说完就看到蓝战背后的美人们还在跳着舞,席间众人仍是醉生梦死状。 有的,都搂在一块打波了,急忙喊道,快快快,都给我下去。 别处在这碍眼。 一通忙乱后,亭上只剩下温巢、蓝战、温竹刘和王灵娇。 温巢正惊微坐,一脸哑正地问坐在他对面的蓝战,咳。 小,小外甥,你怎么跑这山头头里来了,叶烈娜,咱们真有缘哈哈哈哈。 蓝战就那样静静看着温巢,直到他尴尬地收住笑,他才礼貌性地扫了一眼那王灵娇。 直接对温巢道,外祖来信,说舅舅您去王家送礼,礼送完了人也没了,王家追到了不夜天城去。 外祖知您孝顺,不会带人回去免得把他老人家气死,但又担心您离家出走会饿死,所以与叔父说接您到蓝室住一段时间,顺便参加听学陶冶一下情操。 则,蓝小战你真是越大越不可爱。 明明乃彪还在,可。 那啥,我也想大外甥西尘了,既然你都这么盛情邀请了,我总不好不给你面子。 这样,咱们先在这里休息一晚,我们明天就出发,如何? 温巢看着蓝战冰快脸就发怵,只能跟他好商好量着来,要是换成蓝西尘在这里,三个他都不带怕的。 谁还不是小霸王来着爱,怎么偏偏是蓝战这小古板呢,虽然他俩都是家中老来子,可这待遇真不能对比。 不是,是不能跟蓝战对比。 只要蓝战在,他在他老父亲那里,再也不是可爱的小潮潮,而是讨人厌的小兔崽子了。 蓝战这点面子还是给的,点头一句,可。 便起身下楼了,全程表情不变。 王灵娇不识的那贵公子是谁,只觉得甚是俊秀灵气。 看蓝战下楼离去,便试探着撒娇问,公子,那是哪家公子啊,怎迪,对您如此生冷? 爷毕生素敌。 哎,命中克星。 温巢摇头晃脑地解释。 王灵娇半懂不懂,那这到底是素敌还是克星他笑着说,也是温氏公子,一顶一的英雄。 那小公子只是个生瓜蛋子,看着硬骑是好摆弄,哎呀,温巢一把把他挥倒在地,你是个什么东西,也配提我家。 小爷在这里警告你,少在爷面前玩那些小把戏,收好那些小心思,不然从哪来回哪去。 王灵娇也来不及顾身上的疼痛,连忙拖抱住越要离去的温巢,慌慌张张地解释,爷。 公子,娇娇错了,以后再不敢了。 求爷怜惜一次。 娇娇眼界小,没见过世面,以后定会好好侍奉爷,不会再胡言乱语了,记住你的话。 这几天好好缝一缝自己的嘴,免得以后带出去给爷招货。 温竹刘,这人好好看住他,别让他到我家望鸡面前污他的眼。 是。 温竹刘恭敬硬道。 看着地上哭得满脸,湿泪的王灵娇,心中暗暗摇头,又是一个看不清自己本分的女子,不知还有没有再见的一天。 寒室,蓝溪尘睁开眼对门外道,阿潮,到了为何不进来。 温潮推开门,大摇大摆地拖泥带水走进来,两边转有一圈,嘴里不冷不热道,呦,大外声,好久不见,你叫我回来,可别真要我参加听学吧。 咦?你这韩式,是跟蓝小战学的吗?我那些宝贝呢?你都给我放哪儿去了? 蓝溪尘轻笑,自然是去他们该去的地方。 他看着温潮,故意把鞋底乌泥刮在毯子上,心中无语,不气不气,想想他这些年,被外祖扣去的零花钱,够你暗爽的了。 蓝溪尘直视着温潮的小圆脸,问,今是上钩了吗? 温潮像之战胜的斗鸡一般,微微仰头道,我办事你放心。 金光扇很快就会上门找蓝老,先生了。 蓝溪尘满意地点头一笑,阿晴,阿宁,什么时候到你? 既然不参加听学,那就尽早离开云深。 则?用过就想扔了眉门。 我肯定得见见我家旺鸡,朝思暮想了好几年的小媳妇才行。 自从知道,蓝家小骨板居然暗搓搓有了心上人,温潮可是抓耳挠腮惦记了好久。 蓝溪尘无奈地摇摇头,你要是把人给吓跑了,看忘记不跟你急。 温潮撇撇嘴,我就给他把把关。 想我温小爷纵情花从十几年,那可是千锤百炼地来的本事。 对付这些小年轻,一拿一个准儿,对了,我还把我家老头子的典藏,偷出来了。 阿晴,阿宁会带过来,记得转交给我小外甥,他肯定用得上。 蓝溪尘OS,难怪躲在怡灵不敢回不夜天了。 温潮离开前又道,溪尘哪,这次小舅舅就不计较你算计我的事儿了, 下次,你再坑我,我就把你小时候那些伴小娘子的糗事,全都告诉蓝小战。 蓝溪尘文言,缩了缩手指。 温潮得意一笑,拍拍屁股走人,只留下一句,我先走了,小爷我要去继续潇洒, 萧鸟留在你这儿了,等你好消息,蓝溪尘看着空无一人的庭院, 两久叹了一句,忘记貌似,还不知道他的曲谱即被改成了春公册, 今年为了修炼,他甚少去进书室了,明日让他去整理一下,藏书好了。